新闻现场网络话题来看看 地上出现的红包袋 您敢捡吗 云林湖尾有一家饮料店 这个门口就掉了一个红包 那么店家当然也不敢乱捡 所以就在网路po了照片 希望施主赶快领回 没想到事隔两天 红包不翼而飞 吊钱士气还看到 是被一名少年捡走了 这里 就在这里 店家说当时发现 吧台前掉落了一个红包 红包袋上还印有图腾 马上理想到了民间习俗 明昏 吓得连摸都不敢摸 吊月经事器发现 疑似是这名男子买饮料时掉落的 被拿走了 那个施主过来拿的吗 不然呢 不认识 先生你的红包掉了 店家在脸书po文 希望男子回来认领 两天后红包真的不见了 不过不是施主回来拿走 而是一名少年捡走 明昏 它是一种习俗 对啊 所以不会乱捡 民众都说不敢碰 笑脸的紧头大 网友开玩笑 捡了马上有人出来叫你姐夫 民俗专家表示 一般刻意丢红包 让人捡分为两种 若是装现金 红包带有风口的 是因为身体或是运气不好 不知情的人捡回去 拆开了 就代表将他的厄运拆掉 若是没风口的 就是往生的年轻男女 到了适婚年龄 想明昏 通常家属会在路上 放个红包 就躲在旁边看 等有人捡到了以后 就是可以叫他姐夫 还是媚姓 不过民间习俗 信者横信参考就好 若真的捡到红包 还是送交警方周磷 否则恐怕涉及侵占罪 吃上官司 谢谢郭正义 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